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舅妈说了啊 再没胃口也得吃饭 赶紧吃饭了 我真的不想吃 那你自己去跟舅妈说去 省得我替你挨骂 你从陆王府回来就闷闷不乐的 怎么了 王爷病怎么样了 他没事 那 那 怎么还闷闷不乐 就是脑子坏了 他居然吃我跟那个小侯爷的醋 你还笑 不是我说 那小侯爷跑这儿确实轻快了些 来这儿就缠着你问这问那儿的 换做是我也要疑心了 可他是侯爷 现在又管着宫市集 难道我还要故意去得罪他不成 算了 小侯爷也没坏心 你就跟王爷解释解释就行了 我解释了 他不听 而且 他生病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 分明就是咽了我 不是 我说你们俩 一个在这儿瞎生气 一个在那儿瞎疑心 就不能把话摊开来说明白吗 你看我和成天 他心里有气索性就骂一顿 骂完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多好 前些日子我听见舅舅舅妈 在商量你跟成天的事 说要把你们的事办了 你怎么看呀 这事你跟我说干什么呀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吗 可我怎么瞧见有人大半夜的 还在床上翻嫁衣的图样呢 被你发现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式的 让我看看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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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